哇 滿滿的整桌雞 今天大家一起來 叫了一堆宅配 台北三大 最強的這個土雞的這個店的這個宅配的餐來吃 哇 你看 肉就這個 哎呀 今天有我們媽媽掌廚 嘿嘿嘿 我幫你打馬賽克 我會幫你打馬賽克 我會幫馬賽克 也oo 你吃饱了呀 哈哈哈哈哈 這個的話是要那個拆開 拆開然後微波 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現在都很簡單 就是你把這個雞絲直接拿出來 然後弄微波就好了 那像這個湯的部分 直接隔水加熱 雞肉也都是隔水加熱 非常的方便 很適合現在的家庭 就是你可以冰在冷凍 冰在冷凍以後 想吃的時候再拿出來 隔水加熱就可以直接拆了 就可以直接吃了 今天有我們媽媽長廚 我幫你打馬賽克 我會幫你打馬賽克 用先弄兩顆也可以 這個是醉雞 你看 我肉就這 哇 滿滿的整桌雞 這些都是我的家人 中間這個就是大胃王的姊姊 今天大家一起來 叫了一堆宅配 台北三大最強的土雞店宅配的餐來吃 那我們自己還有加了 炒豆干跟這個是炒高麗菜 這是我兩個姊姊 這是我兩個姊姊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哈囉 我們今天的話 我特別請到我的這個姊夫 然後來幫我們一起 因為我們兩個先吃啊 現在外面有很多的眼睛 在看我們說 到底要拍多久才能吃雞 所以我們這次叫了三間台北市 我在網路上看 他算是真的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專賣土雞的店 那他們現在都做這種宅配 那現在大家防疫在家比較少出去 來我們先 第一間我們來介紹的是這一個 來 我看小超 我在網路上看喔 雞大王的這個飯館 雞大王其實好像我三點就是講 他在那個普通的市場就已經很有名了 他在 那個市場小攤販是做超過二十 二十年的部份 而且他都是用那種電載的 溫體機來做 那雞大王我們叫的是三樣 乾熱機 鹹水土機 喔都是超大塊的 然後我們 我看他還有很特別的是 他還有那個雞絲飯 雞絲飯 然後雞絲飯有三個口味 有蔥油麻辣 跟這個甘蔗燻雞的部份 有喔你看 你看 他底下還有 底下還有這個雞油欸 你看 好濕 喔喔 很香很香 沒熟的蛋要配 雞絲飯 下一點下一點 下一點 哇 好啊 我自己先偷吃了 喔 炸雞肉 炸雞肉 他的雞絲是 不是外面那種很乾的雞絲 他的雞絲是 整個是超有口感 而且很Q 而且肉超大的 他每一個肉都超大塊 是有嚼勁的雞絲 不是那種乾 乾柴的那一種 這個蛋黃 配這個雞絲 不會很乾啊 對 再加上這個飯 他加那個蛋黃 要太好吃 好好吃喔 他上面有那個雞油 然後你再配下白飯 這什麼 這蠻古早味的 這應該是蔥油 對 蠻古早味的 然後這個是甘蔗雞 他有一個是麻辣的 麻辣 對 他有說 沒有吃出麻辣的味道 沒有吃麻辣 所以不會很辣是不是 這好吃 對 這很古早味 嗯 這應該就是那個蔥油的 而且 雞絲是Q的 但應該這個是麻辣 這三個裡面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蔥油 對 這個最古早味 對 我會推薦蔥油 我覺得 相較於麻辣的話 我第一個蔥油 第二個是這個甘蔗雞 那再來的話 是他的這個 甘蔗白蝦雞跟鹹水雞 這是什麼 甘蔗雞 甘蔗雞 他就是白蝦甘蔗雞 你吃飽了呀 肉真的很Q欸 這個好吃 甘蔗雞好吃 看我實質都已經受不了要吃了 整個肉質看起來很細緻 鹹水我覺得更好吃 甘蔗雞是有一個煙燻味 可是鹹水的肉更Q更彈 這一次點的那個 這個餐點的價錢 我會放在畫面的底下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好啦 我們現在來吃第二間 第二間是這個 鱷魚牧場 然後他標榜的是 他的飼養的土雞 是一般肉雞的四倍的十間 哇 那個真的是蠻費工的 那再來的話是 有運動 他說是有運動的雞 所以有可能是 有參加冬奧嗎 對 參加冬奧 或者是機場裡面有放 那個跑步機之類的 糟糕怎麼跟進口咧 我等下畫面會補上 就是他的那個包裝 是用真空包裝的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叫了他的是兩個 一個是 醉雞 一個也是甘蔗燻雞 好像土雞都很喜歡做甘蔗燻雞 你看他的醉雞 那個肉質看起來超讚的 然後他每一圈都是 有沾了這個 醉雞的汁 好 吃吃看 就是香 然後因為 他的應該都揮發掉 所以他酒是不苦的 而且他上面還有放這個 然後這是當歸喔 這是穿窮的當歸 你那個 中藥專家 中藥味很香 然後加上那個酒 而且他是整個切到 是完全沒有骨頭的 好吃的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 甘蔗燻雞 啊 啊 呵呵呵 他的那個甘蔗燻的那個 不知道是用什麼燻 就是甘蔗直接拿去燒下去 他甘蔗的那個燻香味很夠 那我來挑一下 他的雞腿的部分 這塊是雞腿 所以這應該是很嫩的部分 嗯 雞腿的部分更爽 因為他的油脂很多 然後 他的外皮都是那個 甘蔗那種 醃的那個燻味 就如果現場吃會更好吃 嗯 他這個其實打包 做宅配 其實我覺得他的味道保持 算是很好的 一樣喔 訂購資訊跟那個價格 我都會放在底下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一間這兩間的這個 魚牧場的這個 醉雞我超推 對 那甘蔗雞的部分就是 你喜歡吃 那個 燻香味的話 你都可以點這個 那 醉雞是我 覺得必點的部分 好 我們下一間 好啦 第三間 我們已經拍到 外面已經有人不太煩了 他們想要吃了 對 第三間是古德雞 然後他的主打的是 他的雞腿都是有產銷履歷 所以你是可以掃QR Code 直接去看他的這些 養殖到出產的過程 所以很有保證 而且他非常的重視食安 堅持天然 就是他的雞的料理 都沒有餐什麼化學的成分 那我們點他是 因為我們吃整桌 所以我們必須要配一個 雞湯 那 這個是他很特別 他家有做烏骨雞的 鹹水雞 很少看到有做烏骨雞的 這種土雞鮮水雞 其實一般啦 我自己個人 覺得烏骨雞的外觀 真的是很不好看 可是 烏骨雞的肉質 跟他的營養價值 又比一般的雞又好更多 其實烏骨雞的肉質 真的很好吃 而且 他的鹹水的調的味道 非常好 他的鹹水調的味道 是我中口味喜歡的 你可以沾底下的那個鹹水 我來吃 他只是外皮長的比較恐怖 哇這個補身體一定很淡 你看 那個肉就直接 就這樣剝開 他鹹水真的調的很好 口味我覺得蠻重的 蠻好吃的 對 我第一次吃到 我本來以為他的味道好像沒有 本來看起來是看起來蠻清淡的 我吃到那種 黑 烏骨雞 烏骨雞嗎 烏骨雞 烏骨雞 通常都是最重要的 對對對 而且他做 我覺得他的那個鹹水的那個 濃度蠻強的 蠻好吃的 很下放 那再來我剛才看這個 這個叫做 人參 人參紅燉雞湯 而且他裡面還剛剛 還看一下 他真的有人參整隻在裡面 來喝喝看他的 湯 就讓我想到 小時候 媽媽燉 中藥裡面的那個雞肉 就那個 骨頭都已經糊了 這間的價格跟 資訊我也會放在影片的下面 那這次我們的 滿滿的雞肉 滿滿的雞肉味 答嗎 好 那 這次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把資訊放在底下 你們家裡如果自己想要來做這個 吃雞的這個 補身體的這個套餐的話 可以參考下面囉 幾秒 1 3 吃饭了